大家好,我是叫魏晨月,來自台北晚一些的 來自日本已經兩年了,然後現在的程度是J6的程度 生活方面的話,因為疫情的關係,打工的部分已經減少很多 然後跟日本人溝通的話,還蠻順利的,因為學校這邊教得蠻普通的 我現在的整齊也順利考到JLPD的N2了 最近生活方面的話,最主要還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現在還在慢慢回復啦,所以班也變多 跟日本人同事聊天也很慘快,差不多是這樣子 大家好,我是林秉寬,我是從 我是新北市出生的,對,那我來YIN企業已經 一年半了,那我現在的等級是J9,也就是最上級 對 那現在因為日本他們這邊疫情其實還算蠻嚴重的 不過最近有比較好一點,對,陸續都可能 如果你要在這邊打工或一些生活的話,其實 大阪市真的蠻方便的一個地方 對,而且這邊 因為我生活方面,像我現在住的地方 是算一個民宿的地方,不過 就是房東對我身體都還蠻親切的 對,所以如果說大家想來留學的話,真的蠻推薦的地方 然後就職的部分的話,因為現在其實 大阪他們這邊 因為疫情的關係,所以 尤其是公共業,其實他們 一些工作機會真的少蠻多,不過之後應該可能 天氣慢慢轉熱,然後疫苗也出來,所以應該特別好一點 對,然後還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外野一些這邊部分的話,我覺得他們 教課很好的部分,一個部分是我們學校其實蠻注重 就是 學生的口說的部分,對,因為 因為 像我自己本身是 我已經考過N1,不過其實 CLPD試驗他其實他只會考 那個比試的部分 對,對,其實外野一些他們這邊 很注重口說就是 口語說明,但是其實 如果說是大家真的只有想要在日本工作 或者是生活,這反而是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對 我覺得 學校部分這個 注重的這個部分我覺得最好 我本身是在台灣有工作過幾年之後 然後在日本有學 那當然日本跟台灣我覺得最大的不同 是他們那個 會有一些比較 比較 注重一些比較 公司內的理由 比如說你接電話或者是 到公司之後遇到一些什麼狀況 然後該怎麼做 或是該怎麼講 那其實 像我們外一些我們學校的話也有這方面的學修課程 他們在教你那個工作上 畢竟你只會用到的一些 理由的部分 或者是 如果你要跟你的客人 有一些 郵件的 電子郵件的應對 的話 對,那要怎麼去應對 那這個部分 也有這方面的學修課程 那像我們學校 我們學校的學修課 剛剛劉振老師也介紹到 是 這一期開始上 對 那我們學校的話 當然要看同學選擇可以針對自己 比較 比較需要的部分 或是比較弱的部分 去補強 那我覺得我個人比較弱的部分就是 口說的部分 所以我會選擇一些 就是 像我們學校甚至也有 課程是 就是老師會帶我們觀看一些 那個日區啦 或者是 日本的電影 那不是只是看而已 那他可能還需要要求我們就是 就是你要去揣摩就是 電影裡面的人的心情然後去演出來這段 那這個也其實已經比較像是更進階不是只是你 因為我其實我們學日文的話 我們畢竟學來是要去跟人去溝通的 去用的 而不是 只是照著課本然後 好像機器人這樣唸出來 那 那其實我就覺得學 學日文可能就比較沒有什麼意義 對 所以我覺得 關係有這個部分的話也是 非常好的部分 對 因為我本來是在那個大阪 一個燒肉店工作 打工 對 那其實本來疫情之前 他們 大阪有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觀光客 對 所以像我們 其實像台灣 留學生因為會講中文 其實大阪的觀光客最多的就是中國 或者台灣 所以我們本身會中文本來 打工應該是 不是很困難 但是 畢竟因為疫情的關係所以觀光客也減少很多 對 所以 就是 疫情之後就是打工的部分就暫停了嗎 那是我的部分是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學長呢 有的話我還在繼續工作 那這兩年 還是在持續中 那原本最開始的話 當初找到也是因為 在台灣有工作的經驗 也是找類似一模一樣的工作 所以才會這麼順利 然後同時也在 裡面 算是變成一個責任者 責任者的話 就會接受到更多的外國人 以及 用語 商業用語會比較多 然後在這之中就比較不會被 班會減少太多 所以這 兩年來 工作算是蠻穩定的 好 因為之前 算是狂打工 所以存了一筆錢 有稍微去 玩了一下 然後也是跟朋友 外一些朋友一起去的 然後去了蠻多地方 也跟 人家說 聊可以聊很 聊得起來 在大阪 聊到最後 連店家都可以免費讓我吃一頓飯 我也是覺得蠻意外的 就是原本 快2000元到這樣 我跟他聊到最後 他就送我 這餐 不用出 沒差 聊成這樣 也有的 所以我真的覺得 大阪的人真的是蠻熱情的 假如如果你有 熱情 開始 跟他聊的話 聊到最後應該都會 有一定的傻比斯 之前我最先跟他聊 這個 這真的很好吃 然後他是跟我介紹這食材是怎麼做的 從哪裡來的 好好吃好吃 然後 再跟他 跟他聊 聊到最後 聊到學校外一些 文法 順便問他 我不會的 然後再繼續聊 然後聊到最後 聊到快兩三個小時 然後 我才把那套餐吃完 然後 沒關係 無料也沒事 你感覺應該已經是像法國餐了 吃了兩三個小時 OK 而且我覺得你蠻棒的 就是你把你自己學會的日文 然後有把它運用在 你的生活當中 就是回應到剛剛我們學長講到的 就是說 其實語言的東西 真的就是 最重要的還是開口跟人家說 我自己也不確定說自己可以在這邊待多久 對 所以都會更注重就是說 想要去更認識更多人 然後就是更 更多人跟他們交流 不管是日本人或是在這邊的 來自世界各國的人 這樣子的話就是 會逼自己去開口去講 因為畢竟 在日本這邊的話 最需要用的就是日文 不管是裡面在台灣 當然台灣人或是中國人或是來 中文會通常 但是 像我這邊的話 我在跟我們同學 不管是香港來的同學或中國來的同學 或台灣人來的同學 我都是 大部分還是會用日文來 因為我覺得就是說來這邊就是來練習日文 對 而且這邊的老師他也會 會注意一下 如果說你跟你的 台灣的好朋友 跟中文聊天的話 會被注意一下 對 對 因為我覺得 畢竟大家學日文的話 也不要怕說 因為 因為畢竟 講白一點我們都是 對日文來講 我們都是外國人 對 講錯或者是 講得很奇怪 其實也沒有什麼 因為我們本來就是外國人 對 反正如果你完全不敢開口的話 那永遠不會進步 因為我也看過很多的 看我現在是J9 對 但是多少可能 我覺得可能跟個性也有關 就是可能有些人就是 那比較害羞一點 對 那害羞 不太想開口 讓他可能日文的進步 就是口述的進步 可能就會比較有心 對 所以如果說各位同學之後有機會來日本 就不會 我也是 建議大家就是多開口多去跟別人叫 畢竟這都是 可能人生只有一次 難得體驗 可能就一年或一年半 甚至可能半個月 算了半年 而已 那 既然都已經 如果說學到的時候決定要來 那何不就是 快樂過每一天 是打開自己去跟別人叫 那種難度比較好一點 本來之前留學的時候 我本來是考慮東京的學校 坦白講 對 東京嗎 對 不過我那時候在找房子的時候 發現真的就是 那個 像我現在住的地方 每個月房租大概四萬多日幣 對 不過我之前那時候考慮東京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看房子大概都八九萬吧 對 當然他們那邊的打工收入是 比較高一點 那除非真的就是你每個月都 就說花很多時間花很多時間去打工不然 絕對是房租比較便宜的地方比較好 而且 因為大阪這邊畢竟它是日本的第二大都市 對 所以其實生活技能方面什麼都很好 對 一來也是 雖然說我沒有在東京住過 不過聽很多人說就是 東京它的生活步驟是比較快 比較近處 那大阪這邊的話其實就比較像台灣那樣子 而且 日本人 但大阪人他也比較都有輕一點 對 了解 就是 所以你們覺得生活起來就是蠻舒服的 大阪人很熱情 生活技能很好 然後房書相對來講也比較便宜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學長呢 你自己有比較深刻的感覺的 還有 還有就是其實 大阪人其實蠻少下雨的 對 很少下雨 對 其實跟台灣比較真的很少 像我之前 我在台灣的時候我是住新北 那真的是 台灣下雨 我這邊的話 我是覺得 身為第二大阪 身為第二大都市 找工作是比較容易的 我才會選擇這邊 然後第二個就跟剛剛一樣 因為房租的原因 而選擇這邊 而會選 真正選擇這邊是 大阪人真的比較熱情啦 畢竟免費吃了一餐 然後 很多朋友他們一開始 去找工作的時候 那時候我剛來 日本的時候 我是連RU 都完全不會的 那 這樣的我也可以找到工作 大工我也是蠻壓抑的 雖然也是因為 找到工作是 前一份有 關聯的 那可是其他同學 他們也是RU都不會 但也是可以找到工作 我是覺得 這樣 對自己的 口說能力 可以加強很大 但在東京的話 因為東京 流動力真的太快 如果你 外國人 說的 不夠流利的話 可能就會 立刻被解雇 可能 我是這樣想的 所以才會選擇大阪 因為大阪 他們 農 農忍心 比較高吧 包容嗎 對 包容心比較高 太久沒有講中了 不會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蠻開心看到 就是有一個說 就是說學長你說 從一剛開始 五十一都沒效 然後另外一個同學是 有通過N1 但是你們 我覺得都提到一個蠻重要的重點 就是說 在完全全日文的一個環境之下 你們的日文的進步的速度 其實你們自己最可以 感受的到這樣子 那我覺得很感動 因為其實在我們 諮詢的過程當中 不管我們怎麼跟學生講 就是說 你在台灣先加強 至少先加強有一定的底子 那我們到日本去 然後可以怎麼樣的 去加強自己的日文 然後很快速的融入 當地的社會 但是我覺得 還是 由學長姐 你們來講這一句話 其實我覺得同學們 他們可以更 怎麼講 感同身受嗎 就是他們可以更相信 學長真的這樣分享了 這樣子 很感謝兩位學長 以及劉真老師 為我們帶來的講解 那後續如果說 我們已經在線上的同學 有任何的疑問呢 就是都可以再透過我們 全台灣的YMCA 包含了台北YMCA 台中 彰化 台南 以及高雄 都有我們的代辦中心的地點 那你們可以直接到 代辦中心來做詢問 有任何問題 我們要做的 我們可以隨便 我們可以隨便 再說 我們在這裡 有任何的 可以隨便 一人 在這裡 我們可以做的